今天来分享一个做鸡肉丸道方法 材料有鸡胸肉、鸡腿肉、葱姜水、盐、酱油、芝麻油、鱼露、洋葱粉、白胡椒还有糖 把300克鸡胸肉、300克鸡腿肉切块放入搅拌器中 加6克盐 18克酱油 白胡椒粉 洋葱粉 葱姜水两汤匙 鱼露 一茶匙糖 现在就可以准备搅拌了 第一遍搅拌就这样完成了 把整个搅拌盆都放在冰柜里面 冷冻一个小时 冷冻好的鸡肉拿出来 开始第二遍搅拌 中间停下来加一点芝麻油 鸡肉 鸡肉已经完全搅拌好了 非常的有盈性 锅中水煮开 转小火3 开始挤鸡肉丸子 开始挤鸡肉丸子 煮了 鸡肉丸子 炒鸡肉丸子 鸡肉丸子 冷冻 鸡肉丸子 丸子全部集好 就把火调到中火舞 煮15分钟 现在丸子全部都煮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赞 谢谢